两岸福贸协议立法院正式审查 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吴中书表示 两岸福贸扮演了两岸经贸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生效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台湾的经济就会被边缘化 两岸福贸协议前署至今已经过了260天 争议却迟迟未解 立法院好不容易排入审查却陷入混战 包括上海台商协会长叶惠德等多位台商 一致呼吁不要再拖下去了 中经院台经院以及台湾金融研训院等国内重要智库 特别针对此案举办座谈会 福贸是在很多国家来讲是很希望能够达到的这种协定 但是在台湾却是比较波子的多 最重要的是说产业若是没有竞争力 国家卖不出去的时候 事实上大家是在狭隘的这个空间里面 你争我夺 这个对整体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不能走向锁国封闭趋势 吴中书忧心忡忡提出示警 全球各国都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协议 提升全球竞争力 更举出韩国为例 我们的可敬的竞争对手国韩国 他是很努力的在跟世界各国签订贸易协定 跟中国的贸易协定呢 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就可以告一段落 就可以签署完成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台湾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 中国大陆开放内的内容 都超出了WTO所做的承诺 光靠国内资源根本无法与世界竞争 呼吁政府一定要正视台湾 需求仰赖外贸的事实 被边缘化危机就在眼前 不论赞成还是反对 都要以最大利益优先 互相沟通别让台湾吃亏